目前最主流的宝宝当属带静态的了 同样技能的宝宝 只要多出一个静态技能 身价就会翻数倍 甚至数十倍 毕竟物以稀为贵 静态宠一方面是难合 另一方面是太难打成了 只要打费就会前功尽弃 从头再来 本期视频我要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一只八技能静态童子的打书 本来老板是要打成静态血宠的 结果打了两本书之后 临时改变主意 要打成宫宠 究竟能否顺利打成呢 一起来看看吧 这种宝宝基本都是一样的 得要高敏吧 行你不要高敏就不打高敏 基本上宝宝的话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一个高速 要不然一个低速 这只宝宝吧 也不可能是速度四十到一百当的 绝对贵速 高防那当然了 幸运高防招架是必带的 高速低速都得带 有低防不打高防 老板不要高敏的话直接上招架 下本书 老王随便玩吧 我不打架任务 又变成宫宠了 打壁垒的话 最主要的话是要干掉这个法术抵抗 如果法术抵抗不变掉的话 一点用都没有 好法术抵抗直接被一本干掉了 有招架的话就先过打冥司 因为招架和冥司都是辅助书 只能有一本上 夜战和静台冲突 然后接下来都是贵书了 吸血 勾息必杀和神佑 好招架掉了就可以打冥司了 后面技能掉一个 后面技能掉一个 这种工程的话就是严死可疯 一个技能都不能少 好 这样的话只差 现在已经一二三四五本输了 老板还怕吗 辅助书上完了 接下来全是狠输了 高臂高偷高吸 约是前推 或者金爆下来 金爆下来呢 可能就是吸血掉了 不是可能就是吸血掉了 这本吸血太关键了 进爆可千万 进爆可千万直接掉 OK 化连掉 连击和静台还是一个 这个偷袭比没有高臂稳 上高臂可能会循环 但是掉了幸运也是个好事 所以说这本书 同样和高头 夜战肯定是不打 那高臂肯定比高头稳 OK 掉了神佑 一推到底 直接就这么露 露着连击 但是别漏血量 连击直接变偷袭 这也用不了啊 这回要打高防了 吸血掉了 高臂又掉了 现在没有便宜出了 高臂掉了 直接打高尘 OK连击掉了 哎呀 老板 你现在也就来到55开了 你现在也就来到了 各自的50% 壁磊掉了 高臂你得带三个套 这会打输反而简单了 反正不上夜战吗 调查打辣 50%的GG能成 最后一本书 循环醒来 看新掉哪个 不演 不演兄弟们 我不打了 不打了 反正最后一本 全红 没名思能隐吗 好打 出到 不打了 最后一本不打了 直接出结果吧 直接别折腾老板了 直接掉蓝珠 OK 不折腾 全红 还是 收工 你有别 你有别 你有别